在世界末日之后 地球的气温急剧下降至零下300度 人类只剩下一辆1001节车厢的火车堡垒 只要以恒定的时速行驶 火车就如同一辆涌动机 可以供应全部车厢的电力 并保持着农业不所需的适宜温度 在末日降临之初 许多无票乘客冲上了最后一节车厢 但由于列车已高度工业化 不再需要大量劳动力 因此绝大部分人只能一辈子待在末等车厢 吃着管理者分发的狗都嫌弃的食物 他们在末等车厢已经苟延残喘了17年 连火车一共多少车厢都不知道 他们没有权力往前 因为火车上演化出了阶级 越往前越富有 富人娇奢营一日夜声歌 而他们这些越往后的越穷苦 尤其是末等车厢 就是脏兮兮的底层 在富人眼里 他们就是可以随意宰割的牲口 谁要是敢反抗 将会被视以言行 例如眼前的男人 富人首先会往他肩上涂满药剂 然后在胳膊上套上卡扣 随即把他胳膊强行伸到火车外 他会撕心裂肺痛了几秒后 突然间停止了吼叫 因为外面零下274度的绝对低温 已经让他的胳膊失去知觉 紧接着 裹着雕的富婆拿起一只鞋子 开始对末等车厢的穷人洗脑 表示穷人只佩戴在破烂的车尾 再有谁敢挑战富人的权威 下场将与男人一样 随后他们把男人冻成冰棍的胳膊收回来 并用勺子验证了外面的温度 然后拿起大铁锤猛的一杂 难道穷人真的甘愿被欺压吗 这时穷人堆里 站起一位得高望重 却断手断脚的老人 而富婆暴露了一句关键话 整个车厢里的穷人都不敢抵抗 就是因为士兵身上有枪 但美国队长仔细观察到 富婆让士兵放下无用的枪 他拆枪里很可能没有子弹 这让他对带领穷人翻身的决心更加坚定 他们找来婴儿睡觉的铁桶 将铁桶组成一条禁军的定海神针 伴随着士兵像对待囚犯那样逐一点名 他们再也无法忍受 开始制造混乱 美国队长看准时机 坚定地走到士兵面前 抓起枪口瞄准自己 扣动扳机 所有人抬起禁军神针 将即将关闭的大门牢牢顶住 底层的人民团结一心 反抗的号角由此吹响 底层边缘的这些暴力士兵 被充满激情的人们轻易解决 他们成功进入上一节车厢 这是整个列车的监狱 他们解救出了一对妇女 这列火车上所有车厢的门锁 都是由这位韩国人一手制造 而他的女儿则具有敏锐的听觉 随着大门即将打开 女儿表示里面并没有人 然而他们刚进入这一节车厢 窗帘却突然拉开 阳光刺眼地照了进来 所有人都被外面深深吸引 原来在遥远的2024年 整个地球被冰封 最后的人登上了这艘装了涌动机的列车 而车厢越往前越华丽 他们继续进入下一节车厢 发现这里竟然是制造他们食物的地方 队长很好奇这些黑暗的蛋白质块 是拿什么做的 然而看到后却被吓了一跳 在遥远的2031年 整个世界被冰雪覆盖 严寒低温导致99%的人类丧生 只有2%的幸存者 登上了这辆永不停止的火车 然而在火车上人类被分成369等 70%的人生活在贫困中 他们被迫使用令人恶心的蛋白块卫生 终于有一天 贫穷的人们选择反抗 不断向富人所在的投车推进 他们来到蛋白块生产区 队长对原材料产生了好奇 结果一看差点呕吐出来 谁曾想蛋白块竟然是用蟑螂制成的 他们计划继续攻占下一节车厢 就在这时 听觉灵灵的小女孩表示不要开门 可谓是已晚 车厢内却全是戴着头套的暴徒 底层人民没有退缩 而是硬着头皮和他们搏动 突然暴徒们纷纷带上了夜市椅 因为火车即将进入一条黑暗的隧道 穷人顿时遭受巨大伤亡 他们必须找到破除黑暗的方法 队长大声呼喊需要火焰 列车尾部的小男孩迅速点燃了火把 通过接力将希望传递到前线 有了光明的人们瞬间改变了局势 伴随着队长生情富人中的女领头 穷人以巨大的伤亡代价赢得了这列车厢 为了保留底层人民的力量 队长决定带领少数人继续前进 当车门打开时 队长震惊了 车厢内竟然是一片绿色的植物世界 简直成了贫富的分界线 他们继续向前走去 眼前是一个海洋馆 富人甚至在这里开设了一家刺身兽私店 70%的穷人吃着蟑螂蛋白块 而30%的富人却享受着丰盛的美食 活生生上演了一场猪门酒肉臭路有洞丝骨 接着他们来到了富人的幼儿园 富人家的孩子从小就鄙视穷人 老师也在现场对他们进行洗脑 声称穷人永远无法打破列车秩序 因为曾经有七个人试图让列车停下来 劝告人们冲破一栋的囚龙到外面去 但他们没有成功 反而变成了冰冻的尸体 接着一个光头突然送来了鸡蛋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他不仅分给了富人 还分给了穷人 甚至一路传递到火车尾部 人们都十分好奇 然而下一刻 他突然拿出冲锋枪 甚至刚刚还温文尔雅的老师 也掏出手枪开始射杀底层人 好在一名年轻人抛出飞刀 才制服了虚伪的老师 然而 火车尾部的穷人却玩毒则 他们之前留下的俘虏全部被释放 他们毫不犹豫干掉了所有穷人 看到德高望重的老人也惨遭毒手 队长对抗到底的决心更加坚定 为了报复 他直接枪杀了富人的女领头 然后带领几个人继续向前推进 从这一节车厢开始 他们真正进入了富人的世界 这里不仅有医疗中心和定制裁缝店 甚至还有富人们晒太阳喝茶的场所 当穷人进入投车时 富人们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队长几人继续向投车前进 他发誓要除掉列车长 替穷人翻身 这是一辆无止境的末日火车 因装载了涌动机而不停行驶 让人感到震惊的是 涌动机的内部零件竟然是穷人家的孩子 显然穷人在富人眼里 连活物都不算 每天把穷人囚禁在末尾车厢 吃着蟑螂蛋白块 而他们却每天过着纸醉精迷的生活 作为穷人的美国队长再也无法忍受 他从火车尾部一路打到车头 发誓要消灭列车长替穷人翻身 可开锁工却不愿打开大门 因为他没有体会过车尾底层的恐怖 末日来临时 成千上万的平民被困在拥挤的车尾 富人并没有提供食物给穷人 导致穷人之间只能相互维持 队长也不例外 他想吃掉一个妇女的孩子 那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健壮 为了保护几个月大的婴儿 他亲手割掉了自己的四肢 给队长吃掉 在那段最艰难的时期里 人们割掉自己的肢体充当食物 这才度过了难关 也让他们更加团结一致 才有了今天反抗到车头的机会 只要进入火车头 杀死列车长 占领涌动机 队长就能带领穷人们扭转命运 然而开锁工并不认同这个计划 因为他们在反抗过程中 他突然发现外面有一架飞机 竟然从冰雪中融化显现了出来 外面的温度有可能已经上升 于是他打算使用炸弹炸开车门逃出去 两人因为意见不合发生争执 但就在此时 火车头的大门突然打开 一个富婆一枪把开锁工击倒了 然后夺取了炸弹 并带领队长进入了火车头见列车长 没想到列车长向队长透露了一个 更加残忍的真相 他早就预料到穷人会反抗 所有的计划都是他与那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共同设计的 列车长负责将反抗的信息传达给残疾老人 让他煽动穷人们进行反抗 由于火车上的物资有限 为了减少人口 列车长不得不让人们相互残杀 队长难以置信地跪倒在地 列车长健壮 趁机给队长画大饼 表示要将位置传给他 正当队长即将丧失理智忘记初中时 开锁工的女儿听到了地板下的声音 打开地板后 他们发现了涌动机中充当零件的孩子 队长气得头皮发麻 再也不听列车长这个老灯画饼 他直接用手强行停下了涌动机 并递给小女孩一盒火柴 点燃了门上的炸弹 伴随剧烈的爆炸 瞬间引发了雪崩 行驶了整整17年的火车 被雪崩撞成渣渣 最后只有开锁工的女儿 和充当零件的男孩幸存下来 他们冒险走出了火车 才发现外面的温度真的开始回暖 而他们两人成为了人类最后的希望 感谢观看